安基说他被某个冰冷的东西摸了一下头 之后就失去了意识 这个过程其实就叫记忆清楚 如果你了解过小灰人绑架人类案例的话 你会发现小灰人绑架完人类以后 也会做记忆清楚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尼克感兴K哥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上一期节目我们有聊到蜥蜴人找人类问路 今天还问路吗 今天不问路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蜥蜴人找人类大顺风车 在2000年3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叫安吉的女生 她去美国亚利桑那州游玩 大家如果去过亚利桑那州的话 会知道那边有很多山 而且还有很多沙漠 山啊沙漠啊这些都是安吉最喜欢的 她经常一个人到这些人际罕至的地方去探险 那在一个炎热的下午 安吉和往常一样 独自一人去到山里一边探险 一边收集石头 那突然呢 她看到远方的峡谷边缘 一闪一闪 在发光 她就很好奇啊 以为是什么不一样的石头啊 反光造成的 那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她开着车 朝着发光的峡谷方向开了过去 到了那个山谷以后呢 她才发现原来那些一闪一闪的光 是从一个山洞里发出来的 然后安吉呢把车停好 步行朝着发出光源的山洞走了过去 随着安吉越来越接近光源 她惊讶地发现那些发光的物体 根本就不是什么石头 而是几个样貌非常丑陋的生物 要不说这女生不愧是平时玩探险 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怕了呀 就先出山洞回到车里再说 对吧 安吉没有 她打算继续往里面走 看看这些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那安吉啊 非常小心地往里走 生怕发出一点声音 当她距离那些生物大概30米的时候 她看清楚了 那些生物根本就不是人类 而是一种类人形的生物 一种直立行走的蜥蜴人 这种平时只出现在科幻电影里的画面 着实把小姑娘吓了一大跳 虽然她已经极力地控制了 但是还是被吓得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以免自己因为太害怕叫出声了 当安吉准备掉头离开现场的时候 她突然被身后的一股力量打晕了 在逐渐失去意识的过程当中 她朦朦胧胧中看到了一张张蜥蜴人的脸 在盯着自己 安吉探险的时候是在大下午 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当她醒来的时候 四周已是一片漆黑 在微弱的月光照射下 她发现自己躺在了自己车的旁边 你还知道她晕的时候在哪 在山洞里 啊 山洞 惊魂未定的安吉 以最快的速度逃回了车上 她以最快的速度往家的方向开 几个小时以后 安吉终于安全地回到了家 在回家的路上 安吉不停地使劲地回想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那段记忆始终是空白一片 什么也想不起来 而且更奇怪的就是 她每次试图回忆的时候 头都会感到非常非常的疼痛 就像是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安置在脑子里 阻止她回想起那段记忆一样 那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更怪的事发生了 安吉开始莫名其妙地 变得越来越孤僻 而且呢 她天天茶饭不思 整日整日地待在家里 不愿意出门 也不愿意家人和朋友来看望自己 不仅如此啊 情况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有时候安吉啊 还会对着马路发呆 每次看到有车开过的时候啊 她甚至会产生轻生的念头 自从遭遇了那些蜥蜴人以后呢 安吉就像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 每天都在焦虑 孤僻和猜疑中度过 之前的安吉是非常乐观 很阳光 很活泼的一个人 从那以后呢 安吉虽然每天都受了精神上的折磨 过得很辛苦 但是毕竟还是要工作赚钱 还是要生活的 所以她在家休养了大概一周 便回去上班了 那安吉呢 她是在一家宠物店上班 所以她每天呢 都会接待一些送宠物来寄养的客户 回去上班以后呢 和往常一样 安吉开始正常的接待客户 正常的工作 那这片刻的宁静啊 最终还是被打破了 有一天 有一个客户啊 她送了一只蜥蜴过来寄养 安吉看到这只蜥蜴以后 突然感到背部发凉 头晕目眩 瞬间晕倒在了宠物店里 她的同事马上就叫救物车 把安吉送进了医院 还好呢 只是晕倒 并无大碍 那出院以后啊 安吉辞去了宠物店的工作 因为依然深受精神的困扰 所以安吉呢 到处寻医问诊 她期待有人可以治愈她这些症状 那最终呢 她通过朋友 联系到了一名 非常专业的催眠师 有点像魏斯博士和凯瑟琳 哎 差不多 不过安吉这个不太一样 她不是回溯前世记忆 她的症结不在前世 她的症结在今生 随后呢 安吉进行了几次催眠回溯 每次呢 她都在尖叫中醒来 她在催眠当中叙述的经历呢 让这个催眠师都感到毛骨悚然 不寒而栗 在这个催眠过程中啊 安吉说自己被带到了某个洞穴或者是基地里面 那周围呢 都是唧唧喳喳 听不懂的语言 她看到了好几个身高两米以上的蜥蜴人走来走去 她的身体呢 是被黏在某些类似果冻一样的东西上面 全身是无法动弹的 而当这些蜥蜴人靠近她的时候呢 她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蜥蜴人啊 有蓝绿色的皮肤 长着一张类似蜥蜴的脸 眼睛大大的 眼睛的瞳孔中间是一道树 那这些蜥蜴人呢 绝大多数都穿着黑色的长袍 其中有两个蜥蜴人穿的是白色的长袍 他们的这个长袍上 都印有一些奇怪的图案和符号 她说她还记得其中有一个是七个星星 围绕着一条弯曲的龙一样的形状 听她这个描述呢 有点像天龙座 那如果是天龙座的话 就和蜥蜴人的老家就联系上了 这个催眠师在最后一次跟安吉做催眠的时候 安吉说她被某个冰冷的东西摸了一下头 之后呢就失去了意识 这个过程其实就叫记忆清楚 如果你了解过小灰人绑架人类案例的话 你会发现小灰人绑架完人类以后呢 也会做记忆清楚 他们和蜥蜴人都是一伙的 蜥蜴人是小灰人大哥 催眠治疗以后呢 安吉会经常做一些奇怪的噩梦 就例如她经常梦到自己身处一个椭圆形的房间里面 有一个囊体一样的物体掉在天花板上 然后有很多管子就插在里面 这个囊体里面呢 还有一个活体在蠕动 你能猜到那个活体是什么吗 如果猜不到的话 下面这个听完你就懂了 除了刚才那个梦以外 她还梦到自己没有穿衣服 有一个没有穿衣服的蜥蜴人站在她面前 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 她就完全记不起来了 而且每当她做这个梦的时候呢 都会伴随着一道蓝光 从梦中惊醒过来 现在你知道发生什么吗 不可描述的事情 胶囊里的活体是什么你知道吗 她怀孕了 那也不叫怀孕了 反正你懂那个是什么的啊 除了安吉以外呢 还有一个女生啊 也有类似的经历 她叫尼亚拉特雷拉艾斯利 她曾经是一个美国空军基地的雷达操作员 在催眠治疗的时候呢 她也说出了一段非常离奇的经历 她说在1980年的时候 她曾经数次被蜥蜴人绑架到月球 被迫研究生了很多次 这个艾斯利啊 她当时是在美国内华达州的 托洛帕试验场机场 做雷达操作员 这个机场啊 隶属于美国空军空战指挥部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 艾斯利属于军方的 而且她工作地方比较特殊啊 在内华达州 提到内华达州啊 你第一个想到什么 除了赌场以外 五十一区 五十一区也在呢 这个艾斯利她说呀 她是被一种长着尾巴 眼睛瞳孔呢 是一道树的这样的一种爬虫族的人 带到了月球背面的一个秘密基地里面 那这些蜥蜴人呢 强迫她工作 让她操作一种电子机械啊 去挖掘月球最黑暗的部分 在那儿做工程 她说在月球上 几乎每天都被迫要和蜥蜴人那什么 而且这些蜥蜴人呢 还把她传来传去的 你懂吗 你懂我意思 很快吗 这是有一个传送吗 把她传来传去的意思就是 我不太好描述这个东西 你懂吗 然后艾斯利呢 感到既害怕又无助 她不敢反抗 因为她还有女儿在地球上 她想活下去 她就非常顺从 这个艾斯利她说啊 除了她以外呢 这个基地里面 还有小灰人 还有其他的人类啊 也在里面 小灰人和人类呢 都是被强迫在那边工作的 而且这些人类呢 在被送回来之前啊 相关的记忆呢 都会被清除掉 你可能会有疑问啊 她为什么也会去做这个催眠回溯记忆呢 因为艾斯利啊 她发现 自从1980年以后 她发现她工作和生活当中 很多事她都想不起来了 最初啊 她以为是自己生什么病啊 她就去试图利用这个催眠回溯啊 来填补她遗失的那些记忆片段 结果没想到 回忆起了这么可怕的事情 所以月球上 没错 以后是不是没法支持月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